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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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走 还敢到医院来 拿着你就泡水管 你说这半年第二次 喝了酒就闹事 还把人家鼻梁打断 关键是打的是他同事 你说你也不管了 张警官 他们家属这次要多少钱 多少钱具体还不清楚啊 伤者名叫冯辉 现在人家还在医院躺着呢 这么着 你去医院看看他 该赔多少是多少 人家说说好话 跟你道歉 要是人家不追究的话 就不用拘留 你说你这大铁盒子 还让孙志军给你撂倒 你丢不丢人家工夫 这一只洞口 你敢拉倒吗 就是熊 你好 是冯大哥吧 是 我是孙志军的家属 实在不好意思 是 您好 您 赶紧走 还敢到医院来 拿着你就泡水管 孙志军就是个酒疯子 无缘无辜 上来就打 把我老公鼻梁都给打断了 他是以为打人不犯法吗 我告诉你啊 派出所告诉我了 我可以去法院告他故意伤害 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 吃饭 大姐 真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刚刚知道 孙志军是挺混蛋的 我 我 我现在身上没带银行卡 钱包里就这么多钱 您先拿着 回头不够的 我明天给您送过来 真对不起 谁要你几个臭钱呢 带几个破水果 拿着拿几个臭钱 我老公那鼻梁子 就能长回来吗 你这事就想了了吗 做梦 看什么看 看人媳妇漂亮 你鼻子不疼了是不是 没有 不是 不外鼻梁让人给你打断了 活该 让他坐下 你等我 拿走 这事要聊也行 给我拿五万 低头 这钱还不够我交押金呢 快吃饭吧 臭啥呀 我的水果 快把我俩上医院啊 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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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家我早脑腿 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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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也醒不过来的梦 我跟自己说 这不过就是个梦 等我哪天醒过来了 我就把这一切 都要讲给你听 在还没有醒来之前 我必须要挺住 我要无比坚强 我要面对一切 只是我不能面对你 因为面对你 我就不得不承认 这不是梦 是现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